那么有些把元代的清华词书的 咱就不说哪本书了 就是新的 全是新的 出书印的 非常精美 但是里边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一件真正的 现在因为这个元代清华词书搞得是非常混乱 这个文物报上也是经常把一些新东西搁在上面 我看有一个人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们文物报怎么就允许登这种 都是一些新闻人在那自估价一百万两百万 我呢是在古宫博物院工作 这个我是80年考进的任陶科学院 在那上四年以后呢 84年直接分到了古宫 到古宫以后一直就是从事这个古陶瓷的研究 还包括鉴殿 这个到现在呢也有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当然了这个 大家知道我们古宫在陶瓷方面 在古陶瓷研究方面呢 有老一辈的专家 是吧 这个我呢还算是比较年轻人 都是一些年轻人 所以叫我来讲课 我也是成王成主 因为有些老先生呢 像我们有耿先生啊 李先生啊 这个还有叶老师他们 这个大家应该啊 多听他们的课呀 实际上我这呢 来以后呢 这个 怎么说呢 老师感觉有一种心里有一种这个 很踏实的感觉 来讲课 我讲课啊 很踏实 这个 咱们知道这个 这个古宫呢 这个古陶瓷的研究啊 在全国呢 一直是处于一个 这个中心的研究 那么最早的时候呢 我们古宫有这个 可能昨天李先生给大家上课 我跟他们一下 可能给大家也介绍了 最早的时候就这个 我们的陈岸礼先生 还有这个 董先生的师父 就是这个 孙英周先生 可能这个孙英周先生 我估计可能好多人不太 都不太知道 实际上孙英周先生呢 他是 在古陶瓷鉴定方面 他是在经验鉴定方面呢 他是一个 奠基人 是一个 水平相当高的 一个老先生 因为去年呢 是这个 孙先生诞辰 一百一十周年 我们古宫博院呢 搞了一个 孙英周捐献陶瓷展 这个展览呢 是在耿尖上指导下的 主要是由我来负责的 当时去年办 那个班的时候呢 还组织学员呢 去参观了一次 那个展览 还是我讲的 当时还参观了 古宫陶瓷馆 当时这个展览 搞出来以后呢 在社会上 引起很大的轰动 我们从他 一位孙先生呢 他这个 一共捐献陶瓷 给故宫呢 就有两千多件 他当时 一共捐献呢 有 他从五六年 到六六年 这十年期间 分几批 捐献陶瓷呢 有三千多件 那么陶瓷有两千多件 这两千多件呢 从晋唐一直到 清代到宣藤 没有间断 是一个系列下来的 也可以说 就是这一段 一个陶瓷发展史 是 而且他这里边呢 有二十五件陶瓷呢 被定为一级品 国宝级 这个很了不起的 那么虽然这个人呢 他是一八九三年生人 是这个 跟毛泽东啊 十几年生的 所以去年 也是 但是毛泽东也是 诞成一百十十周年嘛 这个 他呢 这个 他是河北纪先生 一九零六年的时候 他从河北到了北京 他先是在一些 古玩库学徒 什么这个 佟春勇啊 古玩库的名字啊 佟春勇啊 名记啊 这些古玩库 等等当学徒 后来呢 他就 他比较好学 自己呢 就慢慢也积攒了点钱 这个 这个一九二三年的时候 他自己开了个古玩库 就是在东四排楼上 这个叫敦华斋 敦华斋 那么 他开 他开始什么都收 什么都收藏 那么后来呢 把主要的精力呢 就集中在这个陶瓷方面 对陶瓷方面 他特别感兴趣 大量的就是 构藏这个 送在国家宁瑶的啊 明清官小慈禧 然后他的生意呢 他在上海也有分店 做得很大 当时是文明 可以说文明海明湾 有 给他叫这个 大法王 尤其他在鉴定这个 永轩慈禧方面 可以说达到了 我们说达到炉火春青 有宣德大王的美誉 宣德大王的美誉 就是说他那个时候 鉴定宣德慈禧啊 就永轩慈禧啊 不用上手了 就达到那种 摆在桌上老远一瞅 就行 根本就不用上手看 或者是你把他眼睛给他蒙起来 给他拿一件东西 他拿手一摸就知道 就达到这种地步 我们说各行各业啊 都有炉火春青 就孙先生在 鉴定永轩慈禧方面呢 就达到这种地步 这个是 事实确实是这样 那么后来呢 他这个 1956年的时候 这个 就受聘 到故宫博物院 这个 从事古陶瓷的鉴定工作 那他把故宫的藏品 整个就重新鉴定了一遍 我们现在的藏品卡 上面都是有一个 有时候写的孙 就是经过他鉴定 这个现在的藏品卡 都保留着 这个 另外呢 他就是说 在国务院工作期间呢 还培养了一大批 这个 古陶瓷建定方面的人才 大家知道的 可见呢 就是成了一个 另外他当时的 跟他学徒的呢 还有海外的 包括香港的 还有日本的 都慕名而来 向他学这个 古陶瓷建定 这个 所以说呢 他这个 应该说他的弟子 现在是 变天下 所以这次 我们搞这个展览的时候 好多香港的 这些在香港的 带着一些学来 他的学员 都写信来 都就是对这个事情 对武功这项 做的这项事情 都表示极大的 这种赞赏 很赞赏武功这一举动 这个 另外呢 我们这个展览 当时展览的时候呢 给他搞了一个 很隆动的一个开议室 展览完了以后呢 我们又给他搞了一个 座谈会 就是孙宁舟先生 这个学术座谈会 就在武功书房载港 当时耿先生啊 包括李先生啊 这个都 包括他的家属啊 好多人来四五十年 一起参加了这个会 大家就在那儿 就免害他的这个 一些对古涛斯建定方面的贡献吧 那么现在来讲 你看他当时 他的这些 跟他学的啊 目前在咱们大陆的 你想这个 除了耿先生以外 叶老师也是 叶老师 李直贤老师 叶正明先生 这个包括那个 还有一个叫李继贤的这个先生 包括大家 有没有知道了 他在医研院 都是当时 都是孙宫套斯组的 包括冯先生也是 当然冯先生呢 后来走的这条路 他主要是 冯先生主要是 走的这个摇指考察这条 他是研习的这个 陈万里先生这条路 我们国公啊 就是有两个分支啊 很明显的啊 一个就是陈万里先生 从上的实际一初 开始考察摇指这条路 开创的啊 另外 另外一个就是 孙先生这个 就是经验鉴定方面 那么 这个 都有继承的啊 那个 冯先生继承的是 陈万里先生 这个 那条路 这个 耿先生主要是 继承的是这个 孙先生 孙宁周先生 这条路 这个 而且呢 咱们现在应该说 耿先生就是咱们现在 古陶瓷界的 态度 可以这么说 我不管别人啊 是什么观点 但是我是 诚心悦福的 我是非常 钦佩耿先生 就是在古陶瓷界定方面的 他确实是 应该是当前的 态度 他这个 一生 摸过的文物啊 可以说是 不计其数 除了故宫的 我们故宫的 三十五万件藏品 一万 他都张力啊 都摸过一万 那么 全国的这个 国家鉴定委员会 学会鉴定 各国物馆的东西 他几乎都看变了 这个经历 恐怕在后人 很难再能 有完全 有这么一个经历 所以这是他一个 非常宝贵的 一个财富 所以耿尖呢 在这方面呢 是 在古刀斯 鉴定方面呢 确实是 我认为现在 后人啊 在有这么一个经历 在超越他 很难的 很难的 这是我那个 我今天呢 这个 这个孙先生这个 展览完了以后啊 出了一本书 这个书 大家好多人还没见到 这个书 这个 这个 印刷的还是很精美的 这个书主要是在 耿先生知道 还主要我来做 叫孙英州的 陶瓷世界 我们选了它 二百五十多件 东西 耿先生写了一个序 李慧平 李先生写了一个序 另外我们郑院长 郑新平院长 文化部副部长 他写了一个前年 然后里边有三个段落 是我写的 这一万多字 把 每一件七五都有说明 然后把孙先生的 论文发表过的 孙先生他这个 生前啊 在古工陶瓷组的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把他 鉴定经验的进行总结 然后 他陆续发表了 八篇论文 八篇论文 有一篇呢 是没发表的 这一篇啊 收进来 就是谈古月轩的 就是发廊彩的 有一贯多字 这次我重新给他 所有的文章呢 因为他那个文章 都是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发表的 主要是在文物上 还有我们 古工博物院院刊上 发表的 那么我这次给他 重新的润色加工 然后把一些定居 也改了一下 然后重新给他 配了一下彩图 他的文章都有插图啊 原来都是黑白图 我这次重新给他 换成了彩图 就花了很大的精力 他的文章我希望大家呢 就是说呢 以后呢 都看一看 都看一看 这本书啊 集中了 你要是现在散的找了 好不好找 五六十年代的杂志 去哪找去 有些根本就找不着我 那么这本书呢 都收在里边 附在后边 这个 原来是繁体字 全部改成典体字 这个我们下了很大的工夫 把这个书给他做出来 然后这个 守着葛先生主编 然后我守着副主编 这本书 它是当初来 现在可能有的书店 可能已经有了 我希望大家呢 这个书啊 就是尤其把它的文章呢 找到看一看 因为他的文章 我们在 我这次在整个 在给他整理的时候呢 重新整理的时候 我发现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共识 我们跟那边编 也有一个共识 那个边编就跟我说 他的文章啊 全是干货 什么叫全是干货 每一句都有 你别看他的文章 就是说有的比较短 但是对于我们学习 这个鉴定来说 可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非常有帮助 大家呢 应该好好看一看这个书 现在就是讲到这个 学这个古陶瓷建议啊 看书啊 我希望呢 就是说 这个书啊 一定要有选择的看 尤其是现在 这个 出书很容易 有时候有钱就能出 那么说 大家到书店一看 你去一看 琳琅满目的 哎呀 陶瓷方面的书多了去了 但是呢 一定要有选择 有些 有些人写这个书 说实在话 拿来一看 有时候我们一看的图片 都是些仿的东西 他在那写的天花烂坠 写的天花烂坠 你要看这样的书 你越看越来越麻烦 是不是啊 一定要看 比较权威的书 比如说故宫出的 商业博物馆出的 看这方面的书 一定要看这方面的书 不能随便买啊 有些印的挺漂亮的 有些书 但是有些书 错 再要买就是故宫 到故宫到版 到故宫的版 这个我们故宫呢 前两年 二人明一年之后吧 跟商业出版社 不是打过一次官司 大家可能看报纸也看到了 他把故宫出版的 这个图录的 这个图片 全部扫描 扫描以后呢 给你 也没有文字的 就是加一个名字 名称而且 好多都给听错了 他扫描以后 再抄过来都抄错了 你知道吧 这样的 而且图版经常 给你这个颠三倒四的 他这个书呢 出了好几 他是几册啊 如果把故宫这些东西撤掉 他这个书就没了 所以盗版 也用到这种程度 后来故宫给他打官司 这一打就行 大概赔了是六十多万 这个赔故宫六十多万 缩赔的 这样的书呢 所以他都是盗版的 他用的都不是原篇 都不是原篇 所以大家看书 一定要选择性的看 那么如果看陶瓷史呢 我想呢 82年中国归三原协会 编那个中国陶瓷史 现在也在版了 大概是一百二十多万 一本吧 现在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卖的 那本书啊 值得好好看一看 另外就是说 前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 那本中国陶瓷 32开的那种 那本书 那是这个都是故宫的专家呀 上海博物馆专家呀 在扬州 国家工具扬州部这个培训班嘛 在那时候讲课的讲义 然后重拾 这样出版那本书 那边也再版了 那本书 那本书便宜 那本书呢 好好看一看 另外呢 如果图路性的呢 大家可以看看 故宫出了九本 就是香港商务出版社 给我们故宫出了 我们故宫不是有一个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 全集六十卷吗 一共六十本 故宫所有的各门 门类的文物呢 都要出版 那么陶瓷出了九本 后来又出了一个紫砂 诗本 这十本书呢 应该说 把故宫陶瓷方面的精品 基本上都会剪 这个书 现在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了大陆版 它是简体字的 大概是三百多块钱一本 这个书呢 我希望大家 如果有这个经济能力啊 可以买下这个书 好好看看 可以当成一种 怎么说的 字典信誓 字典信誓 这是书的方面啊 我想 另外就是说呢 还有中国美术全集啊 这些还是书 比较权威的 比较权威的 看一下这方面的书 其实你能把这几本书啊 把它看透了 也够了 其他一些杂书啊 我认为你又没必要去看了 你又没必要去看了 越看有时候你越糊涂 越看越糊涂 那么今天呢 因为这个 我昨天啊 我跟那个 侯娜说了一声 我说呢 我还是呢 给大家呢 讲个专题好一些 讲专题好一些 另外呢 我再说两句 就是说这个古陶瓷鉴定啊 实际上不光古陶瓷鉴定 这个文物鉴定啊 大家心里一定要有一个 要有数 它不是 这个东西啊 不能塑成 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数 它不能塑成的 这个 它 掌握这门 这门这个技术啊 一定要 长期的经验的积累 而且呢 一定要多看实物 光看书啊 也不行 解决不了问题 书一定 书是要看的 但是呢 一定要多看实物 多看实物 这个 有时候为什么说 古宫他能塑专家 这个其实上 不说在古宫工作的人呢 他这个脑袋瓜子 长得跟别人两样 不是这回事 实际上都一样 人都一样 他 古宫的 为什么能塑专家 他就是占了一个 这种 这个优势 因为古宫有100万件文物 那么这些文物呢 那么 古宫工作的人呢 天天得跟这些文物打交道 你外面的人 你看不到 看不到这个东西 是不是啊 看不到这个东西 而且咱们讲 要看那文物呢 我想看实物呢 最好还是能上手看 上手看 你搁着玻璃柜子看呢 那种感觉又不一样 当然搁着玻璃柜子看文物 比你看图路还要好 但是呢 最好是能上手看 那么能上手看 当然这个就是 受一定的 尤其在 不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人啊 受一定条件的限制 但是我想大家呢 如果是能找到这种机会的吧 还是可以上手看的 比如说 藏友之间的互相一些交流 这个 再比如说 拍拍行的预展的时候 他不是拍拍拍行预展的时候 你谁去 你都可以让他拿来看看 对不对啊 这些机会要抓 经常可以 那个你拿在手上 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 你仔细看一下 对不对 要抓这些机会 再一个 如果你摸不 没有机会看完整期 可以多看一些标本 这个很解决问题 你不要想 小看这个词片 这个东西起很大作用 对我们学界的 真的 大家 因为词片的话 你看的时候呢 还没必要这么提心吊胆 对不对啊 你拿一件完整 比如说给你一件 几十万 几百万的 价值几十万 几百万东西 你拿在手上 可能你都提心吊胆的 而是说报听话 一旦给人家损坏了 你哭都来不及 你怎么赔啊 真的 这个东西 你词片不要紧的 词片它 它再贵 我估计 当然我不去摸这个 我也不到这个行情 词片再贵 我估计也几千块钱了不起了吧 是不是 也不存在什么太大问题 只是你测一块 反正就是碎片了 是吧 所以这下小块也没事了 是不是 它没有那么多这个担心 但是它解决问题 我们碎片呢 你看的时候 可以看到断面 对不对 你完整期 有时候你还看不到 它是胎子呢 它有时候底涂出来露胎 露胎的话 它那个胎子都污染了 它不是它的本色呀 你一个瓷器断面以后 我知道有的这个 搞这个碎片收藏了 他为了看见断面 他拿钱的 他给它再 心掰开 掰碎的地看 他自己的无所谓 掰下一点怕 所以说 要抓住机会 多看实物 这个 除了这条路啊 真的 你不看实物的话 学不会鉴定 真的 这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所在 这个东西不能俗成 当然我们这个 现在如果 这个这种鉴定班 确实解决很大问题 大家这个 上这个鉴定班以后呢 对这个 因为对这个鉴定 可以系统地学一下 那么对于你将来 再去深入的话 可以起到很大的一个促进 可以掌握得非常快一些 鉴定班不能说没用 确实有用 我接触过一些 这个 因为我在外面也经常讲课 我接触一些 就是学过这个 上过鉴定班的人 跟没上过的 确实不一样 我有时候 他们有时候拿东西看的时候 我经常问你 我说你上过你上过那种 文物这种鉴定班 陶子鉴定班 反而是没上过的 确实是 他这个水平 差很多 反而是上过这种鉴定班 这个水平就能 高一阶子 确实这个 是不一样 不一样 这是我这个 今天正式开课之下 我要把一些情况 给大家说一下 把我的一些体会 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今天呢 我想给大家呢 还是讲一个专题吧 先 那个 那么后边 如果再有什么的话 等会儿再说 今天我就是给大家 讲一下这个原本子气的 发展的建议 好 谢谢我们 那老师 这个是原年轻实际发展室 我今天給大家先講一下元代瓷器的發展與鑑定 這個元代瓷器確實現在目前來說是一個熱門 但是通過我們日常的接觸的老周堂的人來看 好多人對這個元代瓷器確實是認識是不清靜 它是一種非常模糊的認識 到底這個元代瓷器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好多人不清楚這個問題 所以說上道受騙的人非常多 我想今天通過我給大家講這個課 我希望大家能對這個元代瓷器 能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 通過我講完以後 我認為你在以後的一些收藏也好 一些不必要的上當 我希望大家都一定要避免 不會再去 不會再去 不會再去無謂的去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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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咱們知道元代是中國 做陶瓷器發展史上 一個應該說現在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 它重要在哪呢 主要是一個景德鎮謠 我們說呢 這個時候呢 開始有了很大的發展 那麼在元代以前 咱們知道景德鎮 景德鎮謠啊 它是沒有太大名氣的 那麼文獻記載 景德鎮燒詞呢 說是從唐代 漢唐就開始 那麼目前 景德鎮謠直發掘的情況來看 那麼它最早就是 從五代才開始燒造 五代開始燒造 那麼前兩年呢 也發現了一些 這個零星的 一兩片 是所謂能定唐代的這種 但是現在來說 標本太少 那麼現在發現的窑紙呢 最早的就是五代 五代 那麼五代當然知道 景德鎮主要燒兩種刺激 一種是青瓷 一種是這個白瓷 白瓷 那麼它的青瓷呢 主要追求的是月曜風格 月曜風格 那麼白瓷呢 它追求的是 它受定咬的影響 行咬定咬的影響 但是到了元代就不同了 那麼宋代的時候 景德鎮燒清白瓷 主要是燒清白瓷 那它燒清白瓷的基礎上 它燒一點黑柚的 黑柚的 比如說在胡天堯 它發現了這種 這個劍咬圖 土豪展的這種東西 造型也跟劍咬 劍咬也一樣的 這個是當時可能受這種 引查的這種影響 那麼到了元代就不一樣了 那麼元代呢 景德鎮呢 它主要是創燒了一些 新的品種 比如說青花 又里紅 這個高溫的藍柚 咱們知道在元以前那個 有藍柚 唐山藍的藍柚是低溫的 對不對 那是千柚 那麼元代景德鎮 創燒了高溫的藍柚 就是石灰 石灰柚的 石灰鹼的 這種高溫藍柚 那麼還燒到了 高溫的銅紅柚 也是元代創燒的 另外就是 卵白柚 卵白柚 那麼這個卵白柚呢 有人給它叫舒服柚 這個都是指的一種東西 但是我不太主張叫舒服柚 舒服柚它只是說是卵白柚 這種詞上有待舒服字的 應該 我主張還是叫卵白柚好 卵白柚好 卵白柚好 卵白柚就整個都包過了 都包過了 那麼另外就是有這個 右上彩 元代有右 就景德鎮創燒了 有這個右上彩 右上的紅綠彩啊 還有一種類似於這種 髮廊的這種效果的 很少這種東西 主要是在內紅那邊出土的 下面我能 會具體介紹到的 它是用那種 立分法 把這個圖案堆起來 輪廓堆起來 裏面再填彩 還有填 還有這個 這個填金彩 這個品種非常少 現在上海博物館 可能買了幾件東西 很少這個東西 好多人還不知道 元代有這個東西 另外就是有 低文釉 應該說中文釉 有孔雀律釉 元代簡單有孔雀律釉 你看它創造了 這麼多新品種 這在元以前 根本就沒有的 沒有的 所以說呢 這個元代呢 是我們說是這個 元代刺激發展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貢獻 就是錦德鎮搖 在這方面一個貢獻 非常大 非常大 那麼 元代的錦德鎮搖 這種狀況呢 就為明清時候 錦德鎮成為全國制製中心的奠定的一個基礎 我們知道明清的時候 錦德鎮就是全國制製中心了 其他的搖根本就衰落下去了 那麼當然了 元代除了錦德鎮搖 以外 大家還知道 還有幾個比較重要的搖頭 也在繼續燒造 繼續燒造 比如說這個龍泉搖 磁州搖 軍搖 還有這個江西的吉州搖 還有山西的霍縣搖 另外還有這個陕西同山的耀州搖 在元代也在繼續燒造 還有德化搖 福建的德化搖 另外呢 浙江金華 金華出鍋腿呢 那個金華鐵電藥 也在燒造 就是說 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不太重要的 就是說 除了錦德鎮搖以外 這些藥也在燒造 那麼有一個問題 就是元代的瓷器啊 咱們知道剛才講 它這個成就應該說是非常大的 但是對於元代瓷器的認識 還是比較晚的 這個大家一定要清楚 對元代瓷器的認識是非常 很晚的事情 很晚的事情 這個 這個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一個是就是關於元代瓷器文獻方面的記載很少 很少 咱們知道元代是盟主 這個掌握正確 這個 另外一個原因呢 就是說呢 元代瓷器呢 這個 有些傳飾品呢 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 傳飾品相對來說比較少的 特別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說在故宮 舊藏品當中 就我們說 有時候說清宮舊藏 就是歷代延續到清代 清宮舊藏品當中 元代瓷器呢 你像元清花 一件都沒有 元清花現在這麼多 你看各地啊 現在有這麼多 但是故宮舊藏品當中 就我們清宮藏下來當中 元代清花瓷器一件都沒有 明清的大量的 你像這個 明清官窑大量的 宋代五大民窑也是很多啊 也大量的 元代清花瓷器一件都沒有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那麼元代這個清宮舊藏品當中呢 我們發現只有幾件這個 軟白柚瓷器 軟白柚瓷器 還有龍泉的青瓷啊 還有這個 國宮有一件藍柚白龍蚊盤 那是景的那樣的啊 這是清宮舊藏的 這是清宮舊藏的 總的來說量是很少 很少 所以對於元代瓷器的認識啊 也有這方面的原因 就是認識比較晚 清宮舊藏品很少 而且元清花一件都沒有 那麼對於元代瓷器的認識 全面進行研究 應該說是上個世紀 五十年代開始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始 這個 那麼大概目前來說呢 那麼五十年代以後 咱們知道 隨著這個國外的一些 特別是像日本人呢 大量的這個發了 日本人有錢 他到處全國各地 全世界各地跑 一些博物館呢 原來這些 他們用蒐集後 這個發表出版 特別是像這個 兩大收藏 伊朗的阿德比爾斯 另外一個就是土耳 土耳其的這個 托伯喀皮公 為什麼我寫一下這個 下面可能經常會提到這個 也有叫托伯喀普的 他是個黃蜂的 托伯喀皮公 那麼這兩大收藏呢 公布以後 這兩大收藏 這兩個地方 收藏原代青花子氣 有一百多間 都是非常精美的 這兩大收藏公布以後 另外再就是說呢 五十年代以後呢 咱們這個國內 這個陸續出土了大量的原代子氣 特別是像原青花呀 幾次重要發現 比如說1964年的 河北保定那個教廠 是吧 另外就是原大都遺址 北京啊 原大都遺址出土這些東西 現在都在守國 另外還有這個 特別是1980年的江西高安的那個教廠 江西高安教廠當時 這個發現以後呢 確實引起了 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轟動 出土了大量的這種原代子氣 原青花什麼的 再比如說這個 陸續的其他一些地方 出土原青花 比如說這個 江蘇的居榮 另外是這個 廣西橫縣也出土一個大灌的 還有這個 湖南常德 出土那個 蒙田將軍那個玉湖春廷 還有一個大盤子 另外據說是這個 前幾年啊 安徽樊昌發卸了一個教廠 也出土了好幾屆原青花瓶 非常精美的 但是這這批東西呢 到現在沒有公佈 他們也不讓別人寫這個文章 他們也不寫 就壓在那兒 也不公佈 安徽樊昌 樊昌 樊昌假的 至今呢應該說是興盛不衰 興盛不衰 那麼有人統計過 那目前呢 在咱們大陸啊 全國大概有 38個文國單位 收藏這個 元代瓷器 38個文國單位 收藏元代瓷器 那麼在世界上呢 大概有 九個國家 三十多個博物本 收藏元代瓷器 當然這些基本上都包括這種元代清花瓷器 元代清花瓷器 另外出土元代瓷器啊 還有一個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內脈 內脈 而且這個地方出土了 有些是相當精美的 相當精美的 這個 特別是元清花什麼的 內脈的出土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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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元代瓷器啊 大概它這個情況 是這麼一個情況啊 下面呢我就 把這個元代瓷器的 這個 一些共性啊 就是不管是景德鎮謠啊 還是其他一些謠 我把它的一些共性啊 或者還有特點 我給大家呢 總結一下先 大家先記一下這個啊 那麼元代瓷器呢 我們說 它有它的這個時代風格 我們一定要掌握它的這個時代風格 這個器物啊 比如說 它有一些 就是元代有的 其他朝代很少的這種 而是特別是元以前沒有的 可能有的就是元代以後才有的這種 比如說 這個連座器 煤瓶啊罐子啊 它下面連著一個座 這種東西元以前根本就沒有 根本就沒有 那麼到了後來 大概明初呢 還有這種東西 永鮮的時候 從景德鎮出的情況還有這種東西 那麼元以前根本就不見了 連座器 平兒爐啊 它連著一個座 那麼目前你看咱們發現這種東西啊 在元代青花有這種東西 元青花有這種東西 那麼元代的龍泉堯 元代的軍堯 還有元代的清白瓷當中 都有 連座器 這是它的一個共性的東西 就是有時代特點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就是盤碗 盤碗這類我們叫元氣 對不對 咱們瓷器啊經常會提到元氣 跟濁氣這個名稱 大家要清楚 元氣咱們就是指的 一次拉皮能拉出來的這種 這叫元氣 就是啄子盤碗 就是我直接在這個陶車上面 一下拉出來 就叫盤碗類的 就叫元氣 這個概念大家要清楚 可能後邊經常講 會提到這東西 那麼濁氣呢 就是指一次拉皮出不來的 要分 分段拉皮 或者是要相欠 要這個相接 比如方的東西啊 你不可能拉皮啊 要拍成泥片 要接起來的 拼起來的 或者是煤瓶 煤瓶也 因為它也是屬於濁氣 為什麼呢 它一次不能拉出來的 這麼高大的東西 一次拉不出來的 它要分段拉皮再接起來 用這個胎泥啊 吸的泥漿啊 再把它接起來 這類我們都叫濁氣 濁氣 這個 那麼元代的盤碗 這類的東西呢 不管是哪個腰的 它 都是底部比較厚重 這個大家一定要清楚 這一點 這個 你看這種 這是元代君堯的東西 它這個 你看這個底部 是吧 比較厚重 比較厚 圓� 它的總體風格呢 都是比較厚重 比較厚重 龍天堯的意思 你看你看這個斷面 是吧 它上面 越往下越厚 你看這斷面 多厚 它都是比較厚重 比較厚重 龍天堯的意思 你看你看那個斷面 是吧 它上面 越往下越厚 你看這斷面 多厚 它都是比較 底部比較厚重 這是 這是它的一個 這個 共性 共性 當然 這是 總體風格是這樣 但也不排除 個別的 薄一點 這個 任何時代都不能絕對 咱們講任何事情 第三點 就是說 這種盤板呢 它的底 外底 經常有那種 螺旋狀的 這種 修皮痕 而且呢 經常 底下呢 有一個 乳丁狀的 旗狀的凸起 看到沒有 這是它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 一個時代特點 不管是 磁州窯啊 還是這個 龍旋窯啊 還是這個 君堯啊 還是 錦德鎮的這個 軟白柚啊 青白柚啊 它的底心呢 這是 這是青白瓶 都有一個 這種 像 雞心狀的 一個小旗狀的 一個凸起 看到吧 都有這個 這是它一個非常重要的時代特點 軟白柚也是這樣的 你看 軟白柚的板 牌 經常 底心有一個 小舊舊 吐起來 這是它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 哎 那麼 第四點就是 元代的瓷器啊 它的 器物的底部 咱們講元代的瓷器 器物的底部啊 絕大多數都是沒有用的 都我們叫沙底 經常有這種右斑 這個右斑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它是不規則的 不規則的 而且它當時不是故意給上圖的這種右斑 它是在這個製作工藝過程當中啊 它是不小心這個 見上去的 那麼 這個右斑呢 呃 這些年呢 大家已經知道 這些年他們搞仿製的人知道這個特點了 都給你 故意給你甩上去了 加上右斑了 這個大家一定要 一會兒可以開放燈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仔細體會啊 真的這個器物上右斑那種特點 它故意加的 有時候 您看的不自然 所以不能根據這個右斑啊 就是說有右斑就是真的啊 沒有右斑就是閒在房的 不能根據這點 這個這個這個 來看來判斷啊 一定要注意這一點啊 一定要我們要體會它右斑的這種自然的自然 一定要體會這個特點 啊 這是它的一個共性 特別一些大罐子 還有煤瓶底啊 你看 絕大多數都有這個現象 絕大多數都有這個現象 反倒沒有右斑的呢 一點都沒有的 乾乾淨淨的 你一定要注意這種東西 啊 乾乾淨淨的 一點都沒有的 這種要注意 要注意 這是這個第四點 第五點呢 就是元代的高足碗 不管是哪個搖來 它這個高足碗呢 它的足高足 經常做成竹節式的啊 當然不是每一件都是這樣的啊 這是它的一個特點 它的高足啊 經常做成竹節式 就像一個一人一人一人的這種啊 竹節式 那麼第六點就是 元代的龍泉堯 和元代的清白瓷器上 它流行呢 給上圖點鶴斑 就是體 海洋化鐵的這種鶴斑 可是李先生我不知道 給你們講到沒有 這個圖鶴斑呢 在瓷器上圖鶴斑呢 這是應該是 西晋末開始出現的 西晋就是六朝星詞啊 西晋末時候出現這種 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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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的哈 西晋末開始出現圖點鶴斑 但是它流行是在 東晋 東晋 咱不知道 東晋青瓷上是大量的流行 這種圖點鶴斑 那麼 到了元代呢 它的這個清白瓷 跟龍泉堯瓷器上呢 它 它在這個 有它的時代特點 它經常在上面圖一些鶴斑 圖點鶴斑 特別龍泉堯那種圖點鶴斑 日本人給它叫非清瓷 是吧 日本人給它叫非清瓷 這是它的 這也是它的一個特點 那麼第七點呢 就是元代瓷器呢 一般呢 它的濁氣類呢 都比較粗重高大 這是它的一個特點 粗重高大 要注意的是就是 元代的清花瓷器 元代的龍泉堯 清瓷 還有元代的清白瓷當中呢 也有一些小巧的器物 不多 也有一些小巧的器物 總體風格是 它是比較厚重高大的 這是 我給大家總結的 先總結的是這個 下面我還會具體在細講 就是說這個元代瓷器的 它的共性和特點 這些大家都要印到腦子裡去 對於我們建定是非常有用的 非常有用的 那麼下面呢 我就把元代瓷器呢 給大家來分類的 仔細介紹一下 第一個呢 咱們就是主要 第一個咱們講的是 這個元代清花瓷器 原代清花瓷器 這是一個重點 這是一個重點 現在因為這個元代清花瓷器搞得是非常混亂 非常混亂 這個文物報上也是 這個 經常把一些這個 新東西擱在上面 這個 大家我看有一個籃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它文物報怎麼 就允許登這種 都是一些新聞在那兒 就是經常 我看幾乎是每一次那個 它有一個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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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收藏 建廠 有一個版 每一次都登這個東西 都是新東西啊 啊 照片看都就是都不用看食物 這樣子 我說這是釣魚呢 有幾台 它是 它是 它文物報收錢啊 它等廣告 哎 就說呢 所以現在這個 那麼現在咱們大家知道 那麼有些把元代的清花瓷器出書的 咱就不說哪本書了啊 就是新的 全是新的 出書印的非常精美 賣五六百一本 印的非常精美啊 但是裏邊可以說基本上沒有一件證物 你這個東西的話 這種 你說這種 現在這種狀況 你一些 你說對於剛開始學習的話 這些人的話 他不太很懂的話 你看這張書 你不會越看越麻煩了 是不是啊 印的那麼精美的東西 啊 那麼貴的書 而現在還在賣 還在賣 所以說這個 這個很嚴重 這個原來這個 清花瓷器目前這個狀況很混亂 很混亂的 那麼原來清花瓷器呢 大家知道 現在呢 一提原清花大家都知道 原清花都是非常精美的 非常珍貴的東西 都知道 確實是原來清花瓷器 確實是非常精美的 按道理說 它的原來清花瓷器 就是典型原來清花瓷器的畫功 是相當高潮的 我認為有時候都 他可能比明代的這個瓷器啊 都高潮的 他的畫劑 相當高潮的 但是對原來清花瓷器的認識很晚 這點大家要清楚 很晚 你看啊 從房秉情況來看 你看明清的這些 這個 這個 這個任官瑤啊 他也不訪 不訪原清 這個 特別是到了清代 你看這個雍正乾隆時候呢 幾乎 宋代的 五大命謠都訪 那麼 明代的 永宣成 這個 家萬 鄭德 幾乎也都訪 但是他沒有訪原清花 他沒有訪原清花 這個 我剛才這個可能有幾個主要原因 我就講 他剛才清宮啊 舊藏品當時就沒有原清花 沒有原清花 我想 如果是那個時候 清宮舊藏品當中 這種煤瓶啊 什麼很精美的這種東西啊 我想他不會不訪 所以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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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的清花詞記啊 就是說他的這個房品出現的也是 比較晚 比較晚 那麼雖然他認識比較晚 但是他已經被認識 就是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 這個原的清花詞記 大家知道 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 這主要是原因呢 就是說他造型比較古朴 是吧 造型啊 比較渾厚古朴 另外就是說呢 他的畫技非常精湛 再一個原因就是 原代清花詞記的發色 非常這種艷麗 就是看了 他也不是那種顏色 不是那種很飄逸的 很飄那種啊 他又不是那種特別深沉那種 他是差的好處就是那種 那種橙色 原清花詞記 大家知道 就典型的原清花 確實是非常精美 給人以美的享受 所以說人們一下就注意到這個東西 一旦被認識以後 而尤其現在一些大博物館的 一些私人收藏 都能以這個擁有一件原清花啊 都感到非常自豪的 不管誰那有 也能有一件原代清花詞記啊 完整的 就是典型的 感到非常自豪的 大家知道 都感到 特別是現在如果是哪一個博物館 比如說有一件典型原清花詞記 這個博物館的名氣就 一下就顯得很高 所以這個原代清花詞記呢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說呢 就是從 應該說從上個世紀 七十年代末以來 上個世紀 七十年代末以來 大量的豔皮 開始充斥市場 反原清花詞記呢 主要是從上個世紀 七十年代末 就是 特別是咱們大陸這個 大量充斥市場 充斥市場 好多人上當收片 好多人上當收片 這個 所以說給我們這個原代清花詞記 鑒定造成很大的混亂現在 造成很大的混亂 所以說呢 我個人認為 這個正確認識 這個正確認識 原代清花詞記 然後呢 儘快普及這方面的知識啊 確實是事在必行 事在必行 到了一個 需要趕緊的來普及這方面知識的 避免這個大家都去上這個當 避免大家上當 這個 那麼 第一個問題呢 我先講一下 對這個原代清花的 是怎麼認識的 就是怎麼認識這個原代清花的 剛才講的認識比較穩 這個大家講得要好啊 有這個作用 咱們知道清花 是藍裂白花的這種稱呼 是吧 實際上它是一種藍 因為古代人呢 把藍也叫青 所以給它叫青花 它是一種幼下彩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了 幼下彩 幼下彩 是氧化骨 為著色祭的這種 幼下彩瓷器 幼下彩瓷器 外面照透明釉 然後燒 它的燒成分度在一千三百度左右 一千三百度左右 日本人給它叫染腹 是吧 青花囊叫 日本人叫染腹 你看日本書書書上 都要染腹 這個青花瓷器 那麼現在呢 就是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關於唐青花的問題 唐青花的問題 實際上原來根本就是 不知道什麼唐代還有青花 這個主要是那個 上個世紀啊 八十年代啊 國家文物局在這個 揚州辦班的時候啊 這些學員呢 課餘時間呢 揚州那時候搞這個 基建 陳建 他們在工地上撿瓷片 撿瓷片 然後撿啊 以後拿到那個班上給老師看 給老師看 然後他們就在那個揚州那邊啊 就撿到過這種 唐代的 白地藍彩的這種 刺片 有些枕頭片啊 然後人 一看它的特徵 確實是唐代的 後來這時候提出一個唐青花的概念 唐青花的概念 那麼後來呢 從一些這個 博物館呢 上香港啊 還有國外一些博物館啊 收藏品當中 也發現了一些這種 特點的這種 也有完整氣 也有完整氣 再加上呢 這兩年呢 就是說這個 河南呢 這個 拱線搖啊 發掘 確實是也發掘出來的 這種 刺片 搖指出土了 就說明這種 白地藍花的這種 這種 唐代這種東西啊 是拱線搖燒的 這個是沒什麼問題的 確實是拱線搖燒的 這個 但是 唐青花這個概念 大家要清楚啊 它跟井的這個那個青花 它 它不能混為一難的 而且現在有一部分學者呢 不主張叫唐青花 也有這種 也認為它是屬於 就應該叫 白柚右下藍彩 比較好 為什麼 真正的成熟的這種青花瓷器呢 還是應該景的鎮在原代 開始燒的 景的鎮在原代 開始燒的 它因為唐代 就拱線搖燒這種東西啊 它跟 景的鎮這個青花瓷器 完全是兩回事 不管從它的 瓷化程度 什麼啊 這個藍 古藍的 古料的發色方面呢 都不能比的 不能比的 所以這個 關於這個唐青花呢 這個 我在這兒就提一下 大家說 心裡有個數據 它實際上跟景的鎮這個 原代青花瓷器啊 我倒看不出他們這個 一脈相承的關係 這個 所以有人說 不應該叫唐青花 不應該叫唐青花 有人說唐在右下藍彩 比較好 也有這種 但是現在這個唐青花叫的 都是非常流行了 叫非常流行了 嗯 嗯 那麼這個 對原代青花瓷器的認識啊 咱們知道 在 十六世紀的時候 就是說 在明代的晚期的時候啊 咱們知道 在中國的世代附階層 階層當中啊 曾經刮起一種 收藏瓷器的這種風氣 收藏瓷器的風氣 當時一些文人呢 都寫這個 一些筆記當中 你可以看到 這個 對這個 特別是對這個 宋代瓷器啊 對明代的永宣瓷器 還有成化瓷器啊 這個 這個讚美之詞啊 道夫都是 都是 很欣賞這種東西 價格呢也非常高 當時的 在明代晚期的時候 呃 永宣成化瓷器的價格 已經跟宋代的 乳觀歌的 這個價格啊 瓷器的價格 都是基本上一樣了 而且有它超過 宋代瓷器的價格 啊 但是呢 這個 他們沒有提到 原代青花瓷器 他們這裡邊 根本就沒有提到 原代青花瓷器 這一個意義 那麼 呃 那麼 但是呢 在當時的這個 呃 他們這種 我剛才講 對這種永宣瓷器啊 還有成化瓷器 這種讚美當中呢 肯定是包括 它當時迷提啊 什麼瓷器 但是它肯定是包括 大量的這個時候的這個 清花瓷器 這點毫無疑問的 當時 也就是說在那個時候 你們對這些 明代的這個 早期這些瓷器啊 或者中期的清花瓷器啊 認識都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呢 根本就沒有提到 原代清花瓷器啊 在那個時候 在那個時候 因為文人都是 搞收藏啊 啊 也許收藏大家啊 也就出現了啊 在這個這個 明代晚期的時候 收藏之風很生性 很興盛的 收藏之風 啊 那麼對原代清花瓷器的認識呢 主要是從上個世紀 五十年代開始 這個這個大家一定要清楚啊 五十年代開始 來 那麼五十年代的時候 呃 主要是國外 這些方面做的工作呢 呃 比較多一些啊 咱們國內當時也在做 來 但是你看 如果看 你看 甭說別就看孫老先生寫的文章 他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中期這之間發表 就五六年到六六年 這期間發表的文章來看 他那個時候的文章當中 把咱們現在定洪武的詞曲啊 他都定在是元代 啊 你看這個論文當中啊 我們這次也沒給他改 啊 這個洪武的詞曲啊 他都定了 洪武的清花又有 全都 他都是 那個時候都都不認識 都認為是元代的 啊 這次我們也沒給他改 也沒給他改 就是說那個時候咱們現在還 那個時候咱們國內還是 比較模糊 啊 對於原代詞曲的認識還是 對於原代清花詞曲的認識還是 還是比較模糊的 啊 那麼 五十年代以後 隨著這個剛才講 中外學者 除了一些 除了大量出土啊 還有對土耳其 托布卡比啊 跟伊朗阿達比爾斯的這些 藏品認識以後 開始 人們開始慢慢對原代清花詞曲 就是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 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 那麼 主要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 這個 成就是什麼呢 就是把 洪武詞曲 把正德的清花詞曲 洪武的清花詞曲 還有幽靈工詞曲 給他分出來了 這是一個最大的一個貢獻 原來都是剛才都是混在一起的 混在一起的 搞不清楚的 把正德的也定成元代 把這個洪武的也定成元代 這是一個最大的一個貢獻 就是在這兒 那麼對於原代清花詞曲的認識 可能大家有些人看書也知道 一個 切入點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大衛德基金會收藏的這個 英國倫敦大衛德基金會 收藏的那一對清花雲龍文相兒屏 這個一會兒我可以放話 能給大家看 這個 對於原代清花詞曲的認識 主要是從這個開始 這對清花雲龍文的相兒屏 這個相兒屏 它一邊應該原來有一個環的 這個相鼻子 相鼻子 下面應該掛了一個環的 現在這個環沒了 沒了 那麼這對相兒屏呢 是原來是北京制化寺的 東城制化寺的貢旗 北京制化寺的貢旗 這個孫老先生活的時候 他們都看到過這件東西 1929年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這個 閩籍華人 就是福建的有一個華人 叫吳奈希 吳奈希 是一個個頭不高的一個小老頭 他就是一個文物犯的 他的這個 那個時候啊 因為29年的時候啊 前後的時候啊 比較亂那個時候 制化寺的一些人啊 把這個 制化寺的東西都偷出來 在那擺地方賣 擺地方賣 擺地方賣 那麼這個 這個相兒屏估計 也是偷回來的 叫做吳奈希得道 吳奈希得道 吳奈希得道 那麼他呢 就把這個東西呢 就 當時就慢慢的 就偷運出去 先運到香港 先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 然後呢 就這個 把他呢 這個 投運到了這個 英國 倫敦 到英國倫敦 這個 這個東西呢 實際上在這個 29年的時候啊 有人曾經 寫文章發表過這個東西 但是呢 沒有人注意 沒有人注意 比如說當時有一個 這個 叫 這個 霍博孫的 也叫霍博遜 這個人啊 也是 對中國 自己也很感興趣 他 29年的時候 曾經寫文章啊 在這個 有一個 英國有個老 有個雜誌叫老家具 啊 在上面寫文章發表 但是當時沒有人 引起人們的注意啊 那麼後來他又寫過一篇文章啊 呃 在這個 私人收藏的中國陶瓷 這本書上 也發表過這個東西 也沒引起人們的注意 後來呢 有一個叫希雷的 有一個叫考克斯的 這人呢 也寫過文章 啊 在這個 49年的時候 寫文章也介紹過這個東西 但是當時人們都 介紹就介紹 也沒 也沒在意這個東西 哎 那麼怎麼在意他呢 就是19 這個 呃 50年的時候 啊 1950年的時候 美國的華盛頓 福利爾美術館的館長助理 大家可能都知道 叫約翰 亞歷山大 波普 講年輕話不能不提他 波普這個人呢 帶著他的妻子 先到這個 伊朗啊 這個 跟土耳其 訪問了這兩大 我剛才提到這兩大 一個托普哈比宮 一個阿德比爾寺 這兩大收藏 中國瓷器的 這兩大 這兩個單位 這兩個單位 啊 那麼 阿德比爾寺 收藏的這個中國瓷器 有八百多件 八百多件 他當時呢 已經移到這個 這個 德黑蘭的 考古博物館 在那兒存放的 啊 存放在那兒 啊 那麼 托普哈比宮 收藏的中國瓷器 有一萬多件 一萬多件 現在呢 還收藏在這個 伊斯坦布爾的 托普哈比宮 托普哈比宮 啊 那麼他參觀了這兩大博物館以後呢 這個 後來就寫了兩本書 實際上在他之前 有人去過 有人去過呢 也寫過書 也寫過書呢 就是說這個 這個 特別是這個 托普哈比宮啊 有人去過 寫過兩本書 一本是這個錯誤百出 啊 另一本是太簡單 那麼這個 阿德比爾寺呢 在波普去之前 還沒有人去過 那個時候還沒有人去去去去看過這個 阿德比爾寺這個東西 啊 托普哈比宮呢 是有人去過 但是寫兩本書 出兩本書 兩本書一本太簡單 一本錯誤百出 錯誤百出 那麼波普呢 他這次訪問呢 這個 就托 就是 做了 做了這個研究啊 比較嚴謹 那麼一九五二年的時候呢 他就出版了一本書 叫 十四世紀的青花瓷器 然後是 伊斯坦波爾托普哈比 薩萊博物館 所藏一批中國籍籍 這個一會兒我看 幻灯大家打一下看這本書 這本書現在很難找到 後來我找到了 這個 這個原版 現在後來據說 又再版了 就美國啊 又再版了這本書 再版了我沒看到 我找了這個原版的書 很難找到了啊 這本書當時是出的 還是相當不錯的 我我 他全英文的 全英文的 然後在美國就出版了 這本書 那麼到了1956年的時候呢 他又寫了一本書 1956年的時候 叫阿德比爾寺 所藏中國瓷器 所以他把這兩大收藏 都給他公布出來 1952年 托普哈比宮 1956年的阿德比爾寺 把這兩個 這個兩大收藏的這個 青花瓷器啊 都公布了 那麼在這兩本書中呢 波普呢 就以 以這個這個 達瑞德基金會 我剛才講的 這對青花輿論文三二條 那為標準器 然後進行對比 反而是把它 與它圖案特徵 相同的 都歸到十四世紀 歸到十四世紀 這樣的話呢 就 從這兩大收藏當中 分出一大批的 十四世紀的青花瓷器 因為這兩大收藏當中 還包括明代的 永宣的 一直到鄭德的 什麼都有 這個青花瓷器都有 所以他給他就分出來了 然後跟這個對比 對比 當然現在後來的學者呢 就 就認為這個波普啊 提出一個制政型 實際上 郭普在他的文章當中 沒有提制政型 他就說十四世紀 青花瓷器 這是後來的學者 咱們 你都是認為他是 郭普說的 提出這個制政型的問題 什麼是制政型 這個大家心裡要清楚 心裡要清楚 那麼 波普這兩本書出版以後 就掀起了一個 原來青花瓷器的熱潮 一直到今天呢 都心生不衰 心生不衰 這個 那麼這對青花 雲龍門向爾平 在 那麼運出去以後啊 再沒回過 國 是吧 在國內也沒有展覽過 從來沒講 在日本展覽過 日本人把它弄去展覽過 這個 那麼他重要在哪呢 首先 他的造型比較高大 青花文士是 畫功是相當高的 然後他的發色是非常好的 發色非常好的 那麼 最重要的是 他這個進步啊 有著六十多個字的這個名文 這六十多個字的名文啊